树林心汤之仇恨之火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 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雅各苏三章五节 内心的仇恨就好像一颗手雷 看不出它有任何的杀伤力 但是只要引发它体内的小火花 就能发出强大的爆炸力 杀害人民 而最常引发这枚仇恨的火影的 就是我们的口舌 当我们看见心怀仇恨的弟兄 尝试去关心它 是一件好事 但是很多时候就变成了火上加油 一发不可收拾 一时的口误 能够导致悲剧的发生 劝勉 说话 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不适当的运用 只会造成更大的误会和伤害 而在背后为他们祷告 也是一个帮助他们的管道 若我们不能好好管住我们的舌头 就当选择安静 安静的守护 安静的祈祷 安静的奉献 帮助受害人 你是神所喜悦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求你让我的舌头成为平安的泉源 让我的口舌能够带来和平 平静 安慰和扶贫 求神使用我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